死亡并非一位全盘毁灭,乃为另一生命之兆时,人亡故后,随三种力量而去,一,随也而去,随所造善恶业中最重日投生,也即为一种造作,聚因活之连所幸,商有商业,公有公业,行善有善业,为恶有恶业,故故得云,万般带不去,为有业随身,至真知主见知智者,应及时行善,用功。 求往生极了,既知命中将随夜而去,当于一切造作皆闪下用心,因造作即形成无人之夜,而随念而去,亦即随起心动念而去,举例言之,一人每日称会犯怒,此发怒之力量念头胜过其他,以成心将化作火,此人灵命中即一跺地狱,若他念重,执着子孙,财产,入灵命中强者先前, 何种念头最强,即顺盖念头去投胎,当之,修行即在修正自己的念头,若不识词,虽拜佛,理睬,做早晚课,却未在修正念头上下手,念头始终于原地打转,未能宽恕他人,这麻像是极被束缚,虽终于念佛,不然闲来即到人长短,突中行事,未掌握修行要旨, 如实修行者即无争,非但与众生无整,其内在义无抗拒,事已与其心动念因特加警惕 三,最习气而去,习气即难断,初始,我人制造习气,日积月雷,我人最为习气所控制,即物理学生而言,即为惯性作用 投胎时,多遂凭生最重之习气,想引至同类环境,若是明念佛,积息日久,弥留之际,佛号自然脱口而出,生命若数断灭,因果观念必当咱无存,未非作歹,作尽半刻等乱象,事将层出不穷,后果不堪设想,性而生命,有连续性,方可恶必邪风,正应其为连续性,故应正是死, 死亡问题,对临终之投胎只注意事项,应立为生命终极紧聊之功课,印光大师曾云,平日不念佛人,临终善有开示,大家重念,依可往生,常念佛人,临终若被无知眷属,欲未开身换衣,即问诸事与胡七等,由此因缘,破坏争念,虽难往生,足证临终处理之为几要,可叛世间众生未安死, 往往讨率行之,或言习就习,妄自施为,如断气急送进兵库,或仓促为王者更衣等错误处理方式,终一历程,远于弃绝命终后,神师脱离四身,尚在昏审恍呼之境, 约三、四日,由不知己身已亡,带见新属为己社公祭拜,方觉朝与亲友已成格式,此时夜历形成炙烈风,骤然吹齐,中阴唯有任期百步,强大光夜伴随雷电巨响,令中阴心胆剧烈,无数十人夜叉,野兽紧追不舍, 其力哀嚎毫不绝于耳,又负狂风暴雨,山崩海啸,中阴惊慌失措,此处豪窜,又被追逼至深不可测,象征自神类劫叹嗔痴之伴,嗨,红三座悬崖绝壁,此情此景细亡者业力所感,生前行善,感得乐静,生前为恶,感得苦静,故生前所作所为,所思所虑,影响之巨, 所欠景象,象征前是习性,暴风雨表叹欲,裂风表全会,黑暗表无名,宣绕表冲突之情绪与习性之结合, 恶然就即时,乃无名所投射,即性奔空,中阴极飞雪兽之虚,乃为伯似大和和之身,本之一空,空何能坏空,是以无需恐惧,当保持正念,中阴因力诸苦,即欲逆色身其指,此时,五方佛皆交替放射耀眼灿蓝光,清清白光,黄光,红色宝叶妙光即强烈绿光, 那因业力,中阴法畏惧不前,六法道之列光亦疏忽显现,天道之为白光,人道之浅黄光, 哀修罗道之淡绿光,地狱道之黑烟,恶鬼道之淡红光,畜生道之浅蓝光, 因其柔和暗戴,中阴业力因赶河道,比道之光极越显而易见, 最偷生欲比,此其其来是父母行音之光,欲比此体验中,见佛见仙者有之,见烟万鬼坏者, 亦不乏其人,足见个人死后所致之处,非同一世界,苦不乐, 罗斯认为,病死患者所体验者被死后世界,乃是自生至死之移动过程, 就物理学而言,所谓存在,必以客观,普遍为原则,然就心灵世界而言,存在无需此二要解, 但法由主体所创造者,乃是一种主观之存在,不其所谓之现实, 亦为主观之见解,并此体验之现实性,来体验者自行创造, 是以其内容意义然而异,自是理所当然,科学家认为,假设此后世界确实存在, 则此世界恐非一单一,单调之世界,而是与现实世界相同,充满多样性之世界, 是一种因身所立之境,实为自己业力所感,即可有此的证。 中因身之前二十一日,亡者于生前之记忆仍极鲜明,顾为天作功得罪能获益, 此后业力形成,将难超度,聚云,中因身每七日皆需重力死亡时心静, 安详而逝者,重现安详心静,伴之亦然,众多中因身聚集于男女教够处, 寻求有业人之父母投胎,其中或有一中因身遂其所愿, 与者则绝亡而死,然则死生,来比无名心中所现之生灭象, 被世俗之生死,因急于投胎,中因身避宅看似安全之处奔赴, 人因迷惑,正是傻生处为恶生处,是恶生处为傻生处, 或迷人歌声,亲人呼唤,中被幼稚三恶倒, 中因身为夜风吹至父母交构处,以素事业缘, 虽生强烈执着,若喜爱母亲,对父亲欲娶而待之, 则转身为男众,反之,则转身为女众, 或问,是管婴儿为见父母交构, 何以投胎,书不止,经血合合, 即可牵引神时去投胜,六道中因行进方向, 中因以其善恶业力所致,可感受行进方式为上胜, 下架或水平漂移,若生天见, 中因身投朝上直飞,如生前向往美国, 中因身会以平行方式,横向飞越高山大海, 瞬间投生至美国,投胎至畜生,则如情鸟, 向前直视,投胎至地狱, 差与天界相反,为投朝下,由此前选, 投胎各道所见景象,若见天界宫殿, 天神持天一祭乐来迎,则转身天界,若见弘焰成群, 西游湖上,即生东盛沈州,若见此雄牛马云湖边涅草, 即生西牛鹤州,若见宫世辉煌,即生南善布州, 若见湖边有树木,生畜,即生位居卢州, 若投生人去尊贵之家,则见豪宰华上, 美妙园林,若脱生于下界之家,则至身竹草丛生之处, 二文种种奔乱,卑鄙之声,若见风貌树林, 即生对旋转之火轮,即投生他修罗道, 若见山石学窟,生动或尿潮, 偷生于畜生道,若见寸草布生之荒漠, 地中浅洞,兴草枯根等,则脱生于恶鬼道, 若闻悲戚歌声,身不由主被驱入昏暗处, 半剑黑,白乌雨杂裂,中阴神干裂火焚烧, 则投生热欲,若觉寒冰互冷,则投生寒欲, 前已树及,中阴神可随心所欲,穿墙走壁, 面头所道,无所不知,为佛之金刚作, 及母体之子宫无法穿过,前者为佛正路之处, 后者表在渡轮回之入口, 一旦投生,终隐身阶段及告结束, 关于夺胎,高增大的游夺胎现象, 七本具福报,科免受胎月之苦, 在孕母怀胎八,九个月时, 神石进入胎内,赶走人心之神石, 例如,皇后怀孕,无福报者之神石最投胎为太子, 若此色生气暂时借用,若孕亦有福报者, 此人即会夺走前者之神石, 一既二者之神石做一转化, 如此,后来者即不必受胎月之苦, 苦有潜力,高增大的修持智能者来世投胎和处时, 便可以夺胎方式转世, 人在母胎里,需传受种种痛苦, 宁高增福报大, 无需经历胎月之苦, 只需将笔神石取代, 即可投胎, 故高增断气候数日,即可马上出世, 此为之夺胎, 简而言之, 母亲自怀胎至婴儿出世, 其间虽为同一色深, 男神石确实有变化, 未必为同一神石, 自来祈求福桑加倍, 而得感应者不胜美举, 以花月者不妨多吃送苦能品, 地藏金等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